唐德影视股价一周跌28% 大股东补充质押近日消息 第7月30日跌停之后 唐德影视8月2日再度逼近跌停 3日开盘后高开低走 收盘价仍然飘绿 一周下跌28% 一路下跌了股价 也引发了唐德大股东补充质押 唐德影视近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第一 第二大股东乌鸿亮实控人 李昭分别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股票 办理了补充质押 补充质押后 乌鸿亮已质押股份 累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8.68% 李昭的持股累计质押比例 则达99.97% 此文传媒控股股东办理补充质押后 未触及平仓线8月5日消息 近日股价大跌的持人传媒发布公告称 公司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同时 共股股东马中俊 王梅在8日2日将所持公司913万股股份 办理补充质押 之后未触及平仓线马中俊 王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3亿股 此次质押后 两人累计质押股份9553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4.56% 占公司总股本的20.11% 华纳音乐 你收购数字媒体公司 Approx Media Group 近日消息 华纳音乐将你收购 Approx Media Group 交易条款尚未披露 据了解 Approx Media Group 是一家数字媒体公司 推出了娱乐新闻网站 H6男性生活方式网站 Broadable体育网站 DOM和UPROXX.COM的数字品牌 其中Broadable不在出售范围内 Approx的宗旨是提供最好的日常内容和节目 多年来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以及众多的行业赞誉 此次与华纳合作 Approx将能够以更大的规模 向观众和合作伙伴 传递更多信息 创动天地与雷蛇战略合作 打造全新玩家游戏体验平台 8月5日消息 在2018ChinaJoy上 数字娱乐平台创梦天地 宣布与全球玩家生活方式 潮流品牌雷蛇达成战略合作 通过创梦天地旗下的 腾讯视频好时光影游社 双方将为广大玩家 打造更有品质和创意的 线下数字娱乐体验 据悉好时光影游社 拥有丰富的IP文娱内容 并能够提供多元化的 数字娱乐服务 而雷蛇拥有 打造游戏硬件体验方面的实力 此次合作 不仅能把雷蛇所打造的 非凡游戏体验 和创梦天地的数字内容进行整合 更将为本地玩家和消费者 开创全新的娱乐体验模式 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 突破400亿元 比去年提前29天8月5日消息 据逃票票专业版资讯 截至自今日14时左右 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 已突破了400亿元大关 共用217天 较至2017年的9月4日 已经提前了29天 并刷新了内地影 是最快破400亿的记录 三部影片贡献了25.4%的大盘票房 电影《新乌龙院》再次改的 提单至8月17日 蜀西档上映近日消息 电影《新乌龙院》笑闹江湖 宣布正式提单至8月17日 在蜀西档上映 据悉电影《新乌龙院》笑闹江湖 由1994年版《乌龙院》 原班人马打造 由吴孟达、郝尚文和王宁等人主演 最初定当今年5月上映 后来宣布改当7月13日上映 临上映前三天 宣布由于技术原因 无法如期上映 随后又宣布定当11国庆节 近日该片表示提档至8月17日 仍在蜀西档上映 这已是该片在最近三个月之内 至少第三次更换档期 作者韩复泽编 金语副主编金语 作者韩复